我們按下平板,然後選擇編輯 我們可以選擇魔法環境 裡面有四個獅神可以選擇 你現在看到這個就是櫻花 之後我們可以選擇雪景 然後還有楓葉 你會看到3D效果是不錯的 另外還有一個蒲公英 其實它會有四款不同的景 我們可以儲存下 儲存的時候我們可以選擇相片或是影片 我們先示範影片 如果我們儲存了它做影片的話 你可以把這張照片加上這個效果 傳給朋友觀看也可以 它會組成一個5秒鐘的影片 這個影片就可以傳出去 好了,我們示範一下 這張照片又會怎樣 然後按照片 按照片 按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雪花就不動了 上片一定不動了 你看到上面的雪花其實是會有大有小的 我按照環境決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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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按照片 讓我們去到這邊